在影视作品里 汽车和角色的气场之间 往往是互相成全 比如一辆凯迪拉克 FBI能开 黑帮大佬也能开 再比如一辆丰田世纪 日本首相座合适 花灵会会长座也合适 但这个规律 放在克莱斯热300身上 就不太适用 在全球各地的电影电视里 开他的做他的 不是硬核坏人 就是衣冠禽兽 反正就是 不能视察正经人 大家好 这里是海狸汽车台 我是爱看电影的海狸 今天我们聊聊 克莱斯热300 为啥自带恶霸气质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克莱斯热300这款车 是咋来的 时间回到97年 这一年 号称美国三大车企之一的 克莱斯热 迎来了自品牌成立以来的 高光时刻 和拥有奔驰品牌的 戴姆勒集团 成立了戴姆勒克莱斯勒 合资公司 为啥说是号称呢 因为我一直觉得 克莱斯热算不上 美国三大车企之一 一方面 他的体量 一直没法和通用 福特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 他的品牌力 也和那两件没法比 在100年里 克莱斯勒品牌 真正智润的时候 也就两次 一次是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 创始人 沃尔特·克莱斯勒之下 还一次就是 七八十年代 李艾克卡 从福特出走以后 来克莱斯勒当CEO 我觉得 之所以说 是美国三大车企 也只是因为 别的本土品牌 都更不争气 才让他 稳稳地当了 100年的老三 而和戴姆勒合资 成了克莱斯勒 突破百年老三宿命 最好的机会 话说 当年两件 为什么看对眼了呢 主要是通用和福特 都用不着 跟戴姆勒玩 人家在欧洲 有很好的布局 不需要戴姆勒 在欧洲的资源 戴姆勒除了克莱斯勒 也没得选 人家顾李女士 不是说过吗 没有误觉的爱情 只是一盘沙 戴姆勒表示 十分非常特别认同 直接可以 一键三连的那种 而克莱斯勒呢 品牌虽然一般 但资产规模可不小 两家在北美和欧洲 各自拥有庞大的 经销和服务网络 但又长期苦于 没法单独 在对方的地盘上卖车 虽说克莱斯勒 各方面都比戴姆勒差点 但也没差出来 十万八千里 而这次合资 就是互开传送门 对双方来说 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所以 这次合作 就这么成了 而且可能是为了表诚意 戴姆勒还拿出来了 还没上市的 新奔驰一级轿车的知识产权 用来支持克莱斯勒 新车的研发 人家克莱斯勒 也是讲究人 一口气规划了 十款新车型 从经济型家轿 到威时超跑 而这里面 就有三百 只不过 三百的细份 不是十分之一 而是No.1 它的定位 是大马力 前至后驱的 大型豪华轿车 名字里的三百 是致敬50年代 克莱斯勒第一批 超过300马力的 量产车型 换句话说 克莱斯勒是指着三百 重现往日辉煌的 是希望他能 既卖得上件 也能卖得上量的 然后 克莱斯勒 给如此看重的一款车 找了个新人 做设计师 就是平生 第一次 做整车设计的那种新人 看到这儿 你会不会觉得 克莱斯勒疯了吧 疯是疯了 但也没完全疯 虽然这个设计师年轻 在行业里 确实没啥名气 但人家在克莱斯勒内部 名气还是很大低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粉丝转正 这哥们叫拉尔夫吉尔斯 从小就是克莱斯勒的铁粉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姨妈把他画的概念车 寄给了时任 克莱斯勒CEO的李艾克卡 艾克卡就让高级设计主管 沃林回信 在信里 沃林给吉尔斯 推荐了位于底特律的 美国创意设计学院 一所以汽车工业设计 和概念设计出名的 私立学院 然后 吉尔斯高中毕业以后 就真去了 在经历了六年学业以后 92年 他成了克莱斯勒设计部的 一个普通员工 吉尔斯之所以能成为 300的设计师 是因为他对克莱斯勒 历史上的车型都太熟悉了 300在设计上 要向老车致敬 能拿捏这个劲的 就属吉尔斯了 那么300这车 啥气质呢 恶霸气质呗 这霸道劲 主要是来自三个设计元素 一是全车大量的镀铬件 不光前脸进气口是镀铬的 保险杠 后视镜 侧门条 还有车尾标 也都是大量使用镀铬件 二是整车线条 300拥有一个大且长的发动机舱 为的是能装下克莱斯勒的 5.7升V8汽油机 整个车的腰线也非常高 是典型的豪华车设计取向 三是巨大的轮毂 300是当时唯一一款原厂车 就给配22寸大轮毂的 而且连轮毂也都是镀铬的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这四个大轮毂 都跟风火轮似的 让这车跟谁放一块 都能镇得住场子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都是手段 这款车的外观 还有一种情绪 也就是那股子恶劲 就是那种去你大爷的 老子不过了的劲头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克莱斯勒和戴姆勒的日子 最后就是过程了 去你大爷的 戴姆勒和克莱斯勒的合资 是上世纪车企之间 规模最大的合资 被当时的媒体形容成 世纪联姻 虽说没有物质的爱情 是一盘散沙 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维系起来也比较困难 没有两年 戴姆勒和克莱斯勒双方 就领教了什么叫性格不和 上面咱们说 两家的物质条件 其实是挺般配的 但企业文化上 不能说不太一样 也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美国人看德国人 就好像是中世纪的一老一少 德国人看美国人 就好像没文化的红脖子 双方在设计 研发 制造和营销 所有这些环节里 就没有一个地方能看顺眼的 但尴尬的是 克莱斯勒本来 就是实力偏弱的那一方 又赶上200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 和全球油价上涨 自己衰的不要不要的 这就导致 德国人在合资公司里的话语权 越来越大 进而开始影响 克莱斯勒的产品研发 包括吉尔斯在内的 很多克莱斯勒员工 这边还搞着新产品呢 那边就三天两头 为德国人穿小鞋 真的 谁上班都得来一句 这个破班 更脏捏的是 就这么个破班 明天都不一定有 就这倒霉的经济形势 没准哪天 公司都没了 你就想吧 让你跟这种气氛下继续工作 你能有好气吗 所以本着明天不过来的想法 吉尔斯在外观设计上 就搞得特别激进 特别的邪恶 结果 内部反馈还特别好 就在这种全员精神 都比较飘逸的情况下 03年底 恶霸克莱斯勒300亮相了 然后就引爆了北美市场 按理说 那个时间的油价 长得那么厉害 大排辆车的日子 应该是很难过的 但300在美国 第一年就卖了11万多辆 连大农村加拿大 都卖了超过1万辆 之后几年 一直到08年金融危机之前 300在北美的年销量 都是15-16万辆的水平 成了克莱斯勒品牌里 除了公洋皮卡以外 销量第二高的车型 就连一向对大排辆车 非常不友好的欧洲 都抵挡不住300邪恶的诱惑 装着奔驰3.0T柴油机的OBAN300 在欧洲年销量也突破了1万辆 这对美国车来说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觉得它之所以能成功 抛开极具冲击性的涨项不说 这车长超过5米 发动机排量跨度 从2.7升到6.1升 和奔驰一级车 共用大量底盘件 售价还便宜 最低只要3.9万美元 在那个美系车全面SUV化 发动机小排量化的阶段 300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在阴柔之美大型气道的时候 300就是那个脸上有疤 身上有块的硬核恶霸 当然要是正经点说 那就是所处市场仍为蓝海 用户心智未被有效培养 在复盘了过往的项目执行经历后 300所在的母公司制定了一套组合拳 果断切换赛道 探寻有效可落地的抓手 实现了弯道超车 但是呢 不管颜值有多加分 300毕竟是一辆克莱斯勒 这意味着什么呢 做工粗糙 可靠性拉胯 用车成本高 贬值率高 所以当300遭遇了08年金融危机以后 再饿的恶霸 面对干瘪的钱包 也饿不起来了 08年当年 300全球销量腰斩 之后连续两年继续腰斩 也就是在这两年 克莱斯勒和戴姆勒分手 破产 最后被意大利菲亚特收购 意大利人在接手了克莱斯勒以后 砍掉了不少车型 但对300这个长相表示没毛病 升级升级继续卖吧 在首次亮相逐足8年以后 300迎来了第一次改款 发动机 变速箱 内饰都做了升级 唯独外观 几乎没动 改款以后的300 虽然回复到刚出来的时候那种火爆 但仍然是克莱斯勒为数不多的 还能赚钱的车型 就这样 300不温不火的 一直卖到了23年12月 这月底 最后一辆红色的高性能版300C 开下了生产线 也给这款车 乃至克莱斯勒的大排量 汽油发动机的生产 划上了句号 从03年首发 到23年停产 300连续卖了20年 累计销量140万 这对进入21世纪的美系车来说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但更厉害的是 20年时间里 这车的外观几乎没有改变 这也足见这款车 在外形设计上的成功 可毕竟 车这东西不能光靠颜值 300的经济性 可靠性 还有克莱斯勒品牌的号召力 都是减分项 所以它最终离场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当然了 这车还是成就了它的设计者吉尔斯 哥们在300之后名声大噪 后来又领导设计了吉普大千诺基 挑战者和超跑魁蛇SRT 反正个个长得都是非常社会 在这一系列长得就不太好惹的车推出之后 它的设计风格得到了业内的一致认可 克莱斯勒买卖越干越黄 它却越干越好 从到齐品牌CEO 升到克莱斯勒SRT部门CEO 再到菲亚特克莱斯勒总设计师 今天 它成了斯特兰蒂斯的总设计师 对斯特兰蒂斯旗下所有品牌的设计负责 虽然300已经正式停产 但在影视作品里 能取代它的下一代恶霸车 还毫无踪影 毕竟 在过去几年 排量正确 车型正确 大行其道 哪怕是不同品牌的车 涨的都快差不多了 也成了一种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 光是靠涨的邪恶就能多卖钱 我觉得 也算是一种来自市场的奖励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